在這裡要先問一下 葉元芝 朱立倫不是有送雞排嗎 今天現場有嗎 朱立倫我答應他一下 我早就知道你不會帶 所以主持人今天慶祝林陽佩得金牌 今天我們在座來賓 今天主持人送你們每個人一份金牌 慶祝 請我們神秘美麗的小助理送雞排 我們要用行動來證明 我們支持臺灣選手的決心 謝謝 好香 感謝感謝 叫朱立倫 感謝 你每人要用朱立倫的雞排 勝利的雞排 我們送這個勝利雞排 所以就請教他原知 這個是真的管不住翁曉玲的嘴 還是國民黨其實也認同 這個翁曉玲的這個說法 那這個你怎麼看 那朱立倫今天這個雞排送出去 是為這個中國人的驕傲送的呢 還是為臺灣人的驕傲送的 當然是為臺灣人的驕傲 我先講一下 其實說真的 林陽佩昨天得到金牌 然後那個國旗歌 這樣子大家一起合唱 真的很感動 當時那種愛國心都由然而生 對對對 我都這個差點感動到 這個多眼淚多筐而出 平常沒有 現在是漫游 就是那種在國際的場合 在國際的場合聽到這樣 特別特別感動 就像我們在國外 如果看到我們的國旗 也會特別感動 在國內可能那種感動 感覺是不一樣 那剛剛阿苗講的那個冷知識 我補充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冷知識 因為當時啊 我們我們不是不能用 我們中華民國的名義 去參加那個奧會嘛 我們叫中華臺北嘛 那我們有一個會歌 會歌就是當我們得牌的時候 要唱的歌 一般都是國 一般其他國家都國歌 我們要會歌 那當時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把國旗歌的曲送過去 但是詞我們重填 就是說我給大家看 他當時普的詞是這個啦 叫做 奧林匹克 奧林匹克 五分鐘腳步倫中足 是是是是會歌 但是因為我們 但是因為外國人 聽不懂我們的中文嘛 所以實際上大家就是直接唱 我趁機跟大家講國旗歌要怎麼唱 然後我之前有看到一個新聞 他有一個街榜 然後記者跑去問一個大姐 就說你會唱國旗歌嗎 我當然會唱啊 那你唱兩句 山船莊里無當所蹤 有很多人以為他會唱 其實他不會唱啊 國旗歌其實是這樣唱 因為最近大家昨天在網路上 搜尋國旗歌歌詞的那個人非常的多 因為大家覺得我們接下來還會得牌 一定會 所以在電視機前面一起唱國旗歌 成為了我們的最新的運動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都非常有愛國心 那至於說翁曉玲 因為我不是他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我認為他講的那個中國 你選擇他這樣就對了 沒有我們先 我們要先搞清楚一下 他的中國概念是什麼 因為中國這兩個概念 意識不斷在變換當中 就是有的中國 反正你就覺得不該譴責翁曉玲就對了 我覺得要先問清楚 他講的中國是什麼嗎 如果他講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那當然就沒問題啊 或者是他講的中國 中國叫做 中國是中華民國 他說大陸對贏也算中華民國贏嗎 就因為他是屬於就是要 反攻大陸的那一種的 他要反攻大陸 他要反攻大陸 他要可以 誰贏都可以的意思 翁曉玲 還沒贏都可以 我信其贏也可以 沒有啦 戰爭立委翁曉玲 那他自己回答好了 那我覺得他也有可能講的是那種 漢門蒙回藏苗 或者是 唐玉下三周星和三國境 蒙古得牌 他也要說是中國人 他是屬於一種 五千年的那種歷史中國 所以他現在來講一下 到底他講的中國是什麼 我要把我的雞排收回來 但是一定不是中國 秋林快一塊吃完 那是台灣人的驕傲 才送我的雞排 我在吃兩口而已 然後回收了也不能再利用了 就是說那個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中國 一定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可以確定 但至於是什麼中國 他自己要講一下 但我認為當然是時間點 是比較尷尬 因為昨天我們林洋沛 就是對中國大陸的選手 就是對中國大陸的選手 那你講一個中國 一定會有人誤會 一定會有人誤會 什麼叫誤會 我們都誤會了 我說即便他講的中國 是中華民國也會有 雞排拿回來 再吃一口 我覺得當然是會有爭議 以後其實真的能避免 就避免 他就故意的 但我想他講的應該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一定不是 如果昨天大家都是林洋沛 好不好 大家都是要為林洋加油 那我覺得政治人物 就幫就是看到 那麼高興的場合 大家講點話 發點聲 PO個文也都OK 也都OK 但是我覺得政府官員 特別是比如說像賴總統 他很高興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他講話 也要稍微修飾一下 比如說他說 他跟他的幕僚講說 我是太高興了 要開放一天假 全國放一天假 然後雖然他說是開玩笑 可是很多勞工聽人都不爽 你現在是開我們玩笑是不是 我們是很希望放假 你想說要放假 然後又不放 是開玩笑嗎 賴總統你就直接放就好了 那你如果覺得說 光是林洋沛一斤就放 你認為說好像太隨便 那你訂一個目標 譬如說假設這次奧運有三斤 我們就全國放假慶祝一下 那這樣勞工就爽了 你趕快提修法 這要有法 沒有 總統不能亂開這種玩笑 就要做到好不好 私底下跟幕僚開的 要不是直接講出來 就以為是林洋強烈颱風 我覺得就以為講話看看對不對 台北市政府 他為了慶祝 他就有一些辦法出來 比如說動物園就有優惠 這段時間你進到動物園 你跟林洋拍照 為了慶祝林洋可以得罪 你跟林洋拍照有小禮物 好不好 然後國民運動中心的健身房 游泳池也都有優惠免費使用 像這樣就很好好不好 來 總統 不要亂開玩笑 勞工生氣了 不要亂開玩笑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蠻扯的 就是他說 他講了一個小故事 他跟李洋的爸爸有一天 參加了一個中東府的音樂會 然後他們兩個抬頭一看 哇賽 月亮播雲見月 就是本來有烏雲 然後烏雲播開 月亮露出來 他就跟李洋爸爸講說 穩了穩了穩了 這次回來一定就冠軍了 或是人家印度有神童 叫做阿南德 我們台灣也有神童 就是台南的賴清德 然後台灣阿南德 現在是怎樣 賴神觀月 天降祥銳 那個雲一開月亮出來 我們就冠軍了 你真的是被總統耽誤的 這個詹心師 我覺得這有點太穿著部會 就是有點蹭到新高度了 我覺得不是說不可以蹭 因為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作為政府的官員 特別是有權力的人 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怎麼樣讓我們的 這個體育永續發展 就讓我們的體育環境 變得更棒 譬如說明年我們的 我們的體育署就要變成運動部了嘛 那如何可以讓我們的體育風氣 更強盛 舉例來講 像我最近在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這一次 大家看奧運的轉播 就沒有那麼的隨心所欲 因為你必須要訂特定的平台 你才看得到 那我們體育署 也是有補助八千萬給那個平台 那個平台就分享一些轉播 給華視跟公視 所以昨天大家看這個比賽 有的是看華視 然後有的是透過手機 看中華電信的 有人是看特別的體育平台 可是絕大多數的轉播 你不是能夠很普遍的 所以我就會想說 其實實際上下一次的比賽 那政府就可以思考啊 是不是可以直接就 就去跟奧會買那個 用整個權益金把買 那你們不能檔NCC 那我預算的問題 那跟NCC沒有關係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運財基金有上百億 你運財基金裡面拿著五億 去跟他買轉播權 那整個體育風氣提升 大家也會去買運動彩券 其實這個是一個投資 你是可以回收的 但是現在的做法是 是錢補下去的 但是普及率並沒有想像中高 那我要澄清 我並不是攻擊某平台 我講是之後 之後怎麼樣讓這個體育風氣 變得更好